当其他小孩听到尖叫声的时候,赶紧回头跑过去救人,但是山羊人见状不妙,就扔下小孩溜至大吉了。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山羊人的传说,说在1950年的时候,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带山区出现了一群异常可怕的族群,这个族群中有一群半人半羊的怪物。 所以见到他们的人都叫他们为山羊人,说他们长着羊头和羊腿,但是有人的身体和一双灵巧的手,而且和人一样是直立行走,能够在山野间灵活的穿梭。 据说这种山羊人跑得特别快,从来没有人能追上过。 传说山羊人族群还不止只在马里兰州,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,不过主要集中在马里兰州一带。 有人说在亚拉巴马州,加利福尼亚州,伊利安纳州,肯塔基州,密歇根州,甚至远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见过他们的身影。 说这种山羊人行踪成迷,只会躲在深山或者森林之中,永远不会踏足大城市。 他们生性凶残,嗜血成性,经常会传出山羊人袭击人类或者家畜的传闻。 有人说有这么一个案件,几个小孩在晚上抄小路回家的时候,就突然冲出来一个山羊人,抓走了一个走得比较靠后的小孩。 当其他小孩听到尖叫声的时候,赶紧回头跑过去救人。 但是山羊人见状不妙,就扔下小孩,溜之大吉了。 虽然那个小孩没有死掉,但是已经被山羊人咬掉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。 如果山羊人是真的,那这种生物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? 按照常理来说,人和羊是存在生殖隔离的,基因也根本无法融合。 有人说,每次山羊人出现时,都会伴随着一只古怪的铁锈味。 而人类的血液,红血球,其实就是由铁离子组成的。 正常锈起来的时候,就会有铁锈味。 所以遇上山羊人时锈到的气味,其实是血液来的。 而且很大机会都是来自人类。 关于山羊人的出处,其实早在1950年初的时候,山羊人的传说刚刚开始流传。 大部分的版本在当时都是这样的。 说山羊人其实是由美国政府基因工程实验失败所产生出来的怪物。 那个时候因为是冷战事情,旧人有鼻子有眼了。 说美国政府为了研究出超级士兵,就尝试着把人类的胚胎和山羊的胚胎相混合。 然后再放入人类女性的子宫中。 结果没想到啊,最后竟然诞生出一只半人半羊的怪物。 起初这个半人半羊的怪物被关在了实验室当中,以吃肉为主,性格暴躁。 但是在一次意外中啊,它伤了科学家并逃离了实验室,隐居到了山林当中。 最后啊,就成为我们传说中的山羊人了。 你看啊,刚才说的这个,是不是越听越像美国的科幻电影啊? 什么蝙蝠侠,蜘蛛侠,绿巨人。 好像这些故事的梗概啊,都是如出一辙。 都是人和动物的基因混合,然后就产生出了一个超级的,无论是超级英雄还是超级怪物。 当然了,到了后来啊,随着人们科学水平的提高,人们也明白了在基因学上来说呀,人和动物的基因根本不可能会混合。 所以啊,人们这才渐渐放弃了什么山羊人是科学失败的这种说法,反而重拾山羊神,山羊精的理论。 说其实由古代希腊时代开始啊,在山林便有一群半人半羊的超自然族群,他们一直都存在于自然界中,只是这些年啊,才突然被人类发现。 那么,如今在美国深山的某个角落,是否真的藏匿了一群山羊人,在静静的等待那些无辜的路人经过呢? 好了,这一期的木心斋,咱们就说到这儿,记得关注木心,我们下期再见。 拜拜